小水滴,折射生活无限精彩 哈喽,大家好,我是小水滴妈妈 昨天也就是10月31日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 宽宣了一个重要消息 从2020年11月7日起 从加拿大乘达航班前往中国的乘客 需凭借两天内 在加拿大采样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 和血精抗体,IGN检测 双阴性证明才可以乘搭飞机 两者缺一不可 其实从10月29日起 中国驻美国,法国,英国,爱尔兰 意大利,波兰等国家的大使馆 已经陆续发布了这一消息 从之前回国的单程机票 要5万元人民币以上 到后来需要的绿色健康码 然后又到核酸检测报告 再到刚刚出台的双阴性检测证明 可以说现在我们海外华人 回国之路是越来越难了 所以如果能不回国 咱们还是别回国添乱了 但是必须要回国的朋友 就有必要搞清楚这个新规定了 那么今天我就跟大家解读一下 这个新规定的要点 并且科普一下 什么是IGN血清抗体检测 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血清抗体检测 对于近期准备回国的朋友 我先说一下这个新规定的要点 第一是新规的实施时间 是从2020年11月7日起的复华航班 第二是检测内容 除了要做新冠的核酸检测以外 还要求血清IGN的抗体检测为阴性 第三是检测时效 从之前的72小时变成了现在的两天 这个时间是以采样时间为准 在检测时间上 加拿大的政策跟之前公布的 其他国家的政策稍有不同 不是48小时以内 而是两天以内 听起来应该是宽松了一些 比如12月1日做的采样检测 那么航班的时间不应该晚于12月3日 反过来如果航班是12月3日的 那么采样的时间应该在12月1日以后 或者是12月1日当天 这样看起来 这个两天的时间应该对乘达下午 或者晚上航班的朋友比较有利 可以多几个小时等报告出来 第四 如果是从加拿大直飞中国的朋友 有了两天内 在加拿大做的双阴检测证明之后 就不需要申领绿色健康码 或者是健康状况说明书 但是要记住 如果您的双阴检测报告是电子版的 一定要把它打印出来 最好多卡背一份 因为航空公司有可能要留打的 第五 如果是选择从第三国转机回国的 需要在第三国做第二次的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 并且通常也有48小时的有效期 比方说 您要从加拿大经过美国转机再回中国的话 那么即使你有了在加拿大的双阴证明 那你也要在48个小时内在美国做第二次的核酸检测和血清检测 并且还要在美国申请绿色健康码或者是健康状况说明书 所以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 咱们还是选择直飞不要转机了 第六是关于检测机构 可以在加拿大卫生部门认可的任何检测点 医院或者是药房的机构进行检测 并且两项检测可以在不同的机构进行 具体情况可以到当地的卫生部门去查询 大家要注意的是 检测前一定要跟检测机构确认一下能否满足实现的要求 目前中国驻加拿大的各大领馆的网站上 也公布了一些已经确认的可以做两项检测的机构的名单 在我们VC省可以同时做血清检测和核酸检测的机构 有两家都在Richmond 一家是加拿大华人医疗热线 核酸检测用鼻式子采样 血清抗体是境外采血 流程很简单 可以直接加客服微信 用微信或者支付宝破款就能够预约成功 采样当天就送到实验室 通常会在24到48个小时左右出去报告 另一家是帝国医疗 也可以通过微信预约 之前已经预约好做核酸检测的人 都会加上血清检测一起做 听到这里大家可能会问 为什么核酸检测还不够 还要做血清抗体检测 如果以前得过新冠病毒 现在已经康复了 有了抗体 那还能不能通过检测呢 下面我就跟大家科普一下 什么是Igm血清抗体检测 以及为什么要做这样的血清抗体检测 我们都听说过无症状感染者 另外此前在加拿大已经实行了72小时之内核酸检测 呈阴性才能够登机回国这样的规定 但是近期依然被报有好几例确诊的 从加拿大到中国的输入病例 包括10月28日广州报了一个输入病例 是一名21岁的多伦多留学生 他从10月20日从加拿大出发 先是乘加航从多伦多飞温哥华 然后又从温哥华乘南航前往广州 他在海关产样检测的时候是阴性 但在隔离期复查的时候又发现了阳性 另外10月28日在温哥华飞厦门的航班上 也有一名在加拿大探亲的55岁女子被确诊 在此之前的10月14日 从温哥华抵达厦门的同一航班 也有三个无症状感染者 所以为了更好的检测和控制疫情 专家建议增加IgM血清抗体检测 IgM和IgG均属于免疫球蛋白 当病毒侵入人体后 人体会产生相应的特异性抗体进行防御 其中IgM抗体最早产生 并且进行早期防御 随后产生IgG抗体 本次疫情中 通过对新冠肺炎患者进行研究发现 病毒侵入人体后 IgM抗体大约需要5到7天产生 IgG则在10到15天时产生 当核酸检测为阳性时 就可以确诊是新冠患者 但当核酸检测为阴性时 则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是血清LgM为阳性时 是早期感染的判断依据 第二种是血清LgG为阳性时 则表示是已经治愈或产生了抗体 因为大使馆现在只需要提供LgM的阴性测试报告 说明如果是曾经患有新冠 治愈后产生抗体的人 也是可以乘踏飞机回国的 所以说血清抗体的检测 是对核酸检测的有效的补充 它有利于提高疾病的检出率 能够更好地控制疫情 当然了 这个规定会对国内的居民来说 是更加安全了 但是对于我们海外华人来说 大家可能会觉得回国之路越来越漫长 难上加难 最后我想说的是 大家各自珍重 希望疫情早日过去 我们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 好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 可以分享给你的朋友 也请更多的关注 我们小水滴在加拿大的频道 拜拜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点赞评论订阅转发 Thank you